欸 起床拍影片了啦 大家好 我是阿肥 面對打呼 相信應該有蠻多朋友想把另外一半掐死吧 其實打呼啊 往往都是造成另外一半的困擾 而不是自己的困擾 這件事情常常都被輕忽 你們有聽過睡眠呼吸中止症嗎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去科普一下 因為這個原因阿肥接觸到了所謂的鎮壓呼吸機 Snow Circle 它是一款鎮壓呼吸機 阿肥先開箱給你們看 分為三個部分 主機管子跟它的呼吸罩 然後它主機的部分 這應該是過濾棉 本體主機先拿出來給你們看 這個 剛剛的過濾棉 應該就是這邊的 這邊要用工具才能開 管子 管子可以接到這個側邊的地方 它管子說有180公分啦 你們放心 它說有180公分 可是我絕對不會測試給你們看的 然後這個材質呢 比起一般的那種排水管阿 更Q彈 更有彈性 回彈性很好 然後這個地方很像矽膠材質 是親膚的那一種 這個就是 頭罩跟呼吸的地方 本體應該就是這個阿 官方是說這個大概一顆雞炭重啦 那我自己拿起來 是比雞炭重一點 但 不會到很重 然後它裡面還有附了這個 喔 它叫做HEM的那個啦 就是 濕氣回收系統 這地方是比照的地方 它說是以人體工學去設計 然後摸起來呢 它其實是像矽膠材質 可是它非常的 薄 大概就跟那個 子孫帶一樣 蛤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感覺的話 你去摸摸看那個子孫帶就知道 就是這個感覺 頭帶的地方呢 它也是屬於親膚材質 然後另外一面是這一種 呃 布 龍布面的材質 它整個就讓你感覺到很滑順 沒有任何的 那種色色的感覺 就是很親膚的那種 喔 立馬喔 變成像那個 蝙蝠俠的那個壞蛋 就是這樣插上去 要睡前喔 就直接這樣 它只要呼吸兩次之後 它就會直接 開始運作 我沒有在呼吸的時候啊 它一樣會有微微的在運作 那個就是鎮壓讓你 一直充滿了那個什麼空氣 坦白說 像阿伯在講話對不對 我會直接感受到 有空氣直接往我的鼻子 衝進來 然後到我的嘴巴那邊 打不出來的感覺 所以 一剛開始我使用的時候 是一種非常神奇的 就是一種 感受啊 雖然它這邊啊 像蛋蛋皮一樣好剝 然後壓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那種 壓痕的感覺 可是啊 你畢竟還是帶了一個東西在這邊 那阿伯自己本身有鼻中隔彎曲 很容易出現 你在把氧氣呼出去的時候 氧氣不對 你吸入氧氣然後排出廢氣嘛 你用鼻子排出廢氣的時候呢 你會容易因為鼻中隔彎曲 排氣不順 會覺得你排氣很有壓力 這一點啊 對我來說 我自己使用起來會有一點 異物感 至於打呼有沒有改善 以我的數據來顯示 就是每天醒來的次數 呼吸中止的這個狀況 我每次使用的時候 你們看這連續三天的使用 都有所下降 其實它是一個蠻明顯 會讓你感覺到有進步的部分 但可不可以完全終結打呼這個問題 阿肥是覺得 嗯 也許可以 但是它會有另外一個困擾 你們仔細聽到阿肥在呼氣的時候 他這個聲音雖然號稱是37分貝啊 然後阿肥這個版本是沒有消音器的版本 說有消音器會再減少10分貝 但是啊 它其實在那一種半夜若真可聞的這個情況底下 它的聲音其實蠻大聲的 所以阿肥會建議就是你這個鎮壓呼吸器 如果真的要在房間裡面使用的話 你要顧慮你的另外一半 那最好是把它放在一個靜音的箱子裡面 把它悶著 不要讓它的那個運轉的聲音露出來 會比較好 不然在另外一半還沒有睡著的時候 這個機器運作的聲音其實對他們來說會有一點影響 不然就是你另外一半睡著之後你再用 這樣子會比較好 所以以這一台Snow Circle 夜五時的這個使用體驗下來 阿肥沒辦法給它評分 因為這個東西是你有需要的人用得到的人 它可能就是一個必備的產品 那我也看到有醫師分享說 會有人疑問這個東西是不是要帶一輩子 有些醫師是認為啦 你如果透過這改善讓你的睡眠的品質變好 你的身體健康了下來 因為你睡眠品質變好 你的精神就會好 那你在工作的時候有效率 你可能接下來你有一些運動的規劃這些 你都不會覺得很疲憊疲倦 那你漸漸的瘦下來了 改善了你打呼的狀況 自然而然你可能就不需要用到增壓呼吸機了 那這影片就分享到這邊阿 阿肥也想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另外一半如果嚴重打呼的話 你們會怎麼解決 哈哈哈 來跟阿肥分享一下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趕快小鈴鐺追蹤我LiveGV 每週一二三四五晚上六點 六日晚上六點 都有可能會上片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see you later 掰掰 更多一直市民 你們有看到了幾 車子